哈喽各位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两个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就是呢我们最近通过这个俄罗斯的新闻了解到 俄罗斯呢他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疫苗已经正式研发成功 二期实验已经全部结束 而且呢参与实验的这个志愿者呢全部产生抗体 而且呢没有任何不良反应 这对于这个俄罗斯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What 你为什么不相信呢 太快了 太快了是吗 因为美国也没有 中国也没有 中国也没有 俄罗斯也有 但是俄罗斯有是吗 但是我对这个事情呢还是比较相信的 因为它毕竟是这个给人打的这个疫苗 而且是要给这个俄罗斯本国人进行这个注射的 所以说我感觉政府不会拿这个开玩笑 那这件事情是只有你不信还是很多的俄罗斯人都不太相信呢 很多人都不相信因为太快了 因为太快了是吗 因为俄罗斯 如果你大家在俄罗斯生活过你就知道了 因为俄罗斯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很慢 是吧 突然有一个东西这么快 所以说这个老百姓呢都不太相信这个东西 但是呢 俄罗斯呢决定在今年的十月份 开始给这个民众大批量的注射这个疫苗 而且都是免费的 免费的啊 都是免费的 但是呢 由于这个疫苗它的这个量产是有限的 所以说十月份呢 政府规定是给哪些人先用呢 教师和医生 教师和医生对吧 是给他们先这个免费注射这些疫苗 至于到底是我认为的对 还是热尼亚认为的对 到底它起不起作用 时间会检验的 等这个十月份 这个大批量这个疫苗接种之后 大家就会知道 它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了 或者说是能不能产生抗体 一切的答案都会揭晓 我相信呢 这个俄罗斯这个民族呢 是一个不屈不抗的这个民族 在历史上经过了很多次这个磨难 都没有打败了这个俄罗斯民族 所以说我相信 这次新冠病毒依然不会 把这个俄罗斯民族大扒下 我相信到了这个十月份以后 俄罗斯呢 会彻底战胜这场疫情 你又在那不屑的笑啊 好了各位啊 我们下期见啊 拜拜 今天就先聊到这了 拜拜